各位新老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来到热点板块解析栏目 现在是2022年1月20号 晚上的10点40了 今天美股开盘 全线上涨 近期美股走得非常弱势 主要因素还是美联储 加息的预期 过了之后呢 美国的通胀又出了问题 因为美国这个国在收益率大幅度的飙升 这就导致了美股继续下挫 但是很多人认为美股会连续性大跌 我们认为这个概率是比较低的 已经讲过很多次 这一次呢 跟前面几次有点不太一样 前面几次是回踩到了半年线 这是第一次回踩到半年线 是在去年的三月份 第二次在去年的五月份 第三次是在去年的八十月份 这一次呢 是回踩到了年线附近 回踩到年线附近 基本上来说的话 纳斯达克指数高位下跌已经比较多了 我来看一下下跌已经有多少了 从高位到目前为止 纳斯达克最大的跌幅已经是高达10%了 一般来讲 纳斯达克指数高位下挫15%左右 往往就会迎来一个短期的逆转 这一次的话会不会跌到15%不好说 但是跌到这个年线附近之后啊 纳斯达克指数今天晚上是上涨的 我们之所以去讲美股啊 就是希望了解美股对A股影响大不大 只要美股不是连续性的大跌的走势 对于当前的A股而言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A股走自己的逻辑 美股也走自己的逻辑 尤其是我们的央行已经明确的表态了 能够有非常大的定力和方法 去应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 这就是我们之前早在去年就讲过了 当美联储加息的时候 可能就是A股比较好的时机 因为美联储加息了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降息 货币政策宽松啊 利好我们长期以来 作为后备军养军千日 用在一时的大金融板块 要开始发力 主板券商金融板块 那么这两天已经出现了这个端倪 这也正好是跟美联储要加息 这个时间单口对上的 所以我们要理解 从2020年7月份以后啊 为什么一直就鸭子券商不乱涨 原来就是要用在什么地方 好刀要用在这个刀论上 好钢要用在刀论上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富士A50股指期货 目前是继续上涨的 基本上吧 今天白天高位回落 基本上回补了 其实这就说明 外资对于近期A股的表现 是积极看多的 尤其是美股高位有一定的风险 那么这个时候 全球哪个地方是最优质的筹码呢 那自然是A股 因为A股当中 目前主板DVL的筹码 说有多优质 它就有多优质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商品期货方向 商品期货呢 今天纽约铜是继续上涨的 近期啊我们一直在讲国际原油大涨之后 对于整个大宗商品是有带动的 那么铜也开始继续向上走了 就看这个箱体能不能突破 因为前面的高点是在4.8毛多 那么铜的价格呢 从2020年3月份以来是一路涨 涨到了4.888 在211年 就是去年的5月份以来 就长期相体震荡了 我们认为这个震荡啊 后续它是继续向上走的概率比较大 因为无论是风电 还是新能源汽车 对于铜的需求都很大 所以说铜未来的需求 伴随着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 肯定会进一步的增加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国内商品期货的变化 国内商品期货当中啊 今天是继续表现非常的好 跟前一阵子有天然之变 前一阵子我们在讲 国内的商品期货 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 但是现在机会开始出现了 首先就是来自于基本金属 护涅 昨天 今天白天暂停之后 今天白天暂停是涨了多少 涨了7.99% 如果是说10倍杠杆的话 就是8到10倍杠杆 一天就挣5,6,7,8,10的 那么今天晚上的护涅是继续上涨的 涅的上涅 之前我们已经在这个阶段 就讲过很多次机会 在12月下旬的时候 我们指出 锂矿价格在涨 它会带动涅矿 这两个东西有什么联系啊 当然有联系的 我们要知道 像宁德时代 这次发力的这个换电啊 用的是这个三元锂电 三元锂电 为了让它的这个 续航里程更高 那么就得用高涅电池 那么涅你看就带动了 那么锂矿 带动涅矿 都是属于新能源产业里面的 那么涅矿的上涨呢 也带动了锡矿 你看锡矿也是 已经创出了新高 那么今天晚上 互铜也是有定的上涨 互铝也是有定的上涨 那么目前基本金属继续涨 昨天晚上我们讲 基本金属继续涨 利好大中商品有色方向 那么今天A股的有色呢 没有特别强势的表现 因为今天A股除了大金融板块 走向其他的各大方向 走得都比较弱势 所以这个利好就积涨在这个地方 在某一天可能会引起我们整个大中商品有色方向 出现了集体的一个大涨的行情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同花顺的商品指数 商品指数你们可以看到 已经是接近前高了 在去年10月底的时候 迎来宏观政策的调整 出现了一轮的大跌 它目前已经开始逐步的向上 走即将突破前高了 这就表明整个大中商品方向 由外迎来比较好的行情 那么除了这一个基本金属之外 我们也来看一下石化能源等方向 今天原油呢是出现一定的调整 因为布勒特原油今天也是在高位 进行一个震荡 但是整体向上的穿杀甲的趋势还在 并且也没有说出现滞长的状态 目前是在五军线运动 所以说继续向100美元进发的概率 是比较高的 那最起码先涨到95美元的 概率可能会更加的稳妥一点 当然这只是一个预判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看到 焦炭包括焦煤都没有很强势的表现 东力煤也没有说 东力煤近期有稍微的表现 但是呢从长远来看 原油的大涨迟早也是会带动煤炭 但是国内的煤炭为什么没有说涨 这是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啊 对整个煤炭板块进行的行业进行的调整 增加了很多的挖煤矿场 那么导致煤炭的供给是能供应的上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铁矿 铁矿确实是我们在这个阶段讲的非常好的一个品种了 我们在11月底的时候就告诉大家 铁矿是当时我看到所有的商品期货当中 唯一一个我认为能够持续向上涨的一个品种 你看已经是涨了31% 如果说按照这个8-10倍的杠杆来定义的话 基本上的话盈利空间已经是到2-3倍了 这是整个铁矿反向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些板块当中 豆薄小幅度上涨 豆油小幅度上涨 其实每一次这个国际原油上涨 对于其他的油都是会有带动 我也觉得挺好玩的 豆油你看涨了 然后菜油你发现它也在涨 那么我们来讲这一个生猪吧 生猪你看继续是在底部 底部状态还没有起来 那么生猪的话 我认为未来可能会有一波比较好的机会 因为毕竟高位调整幅度也比较大 从3万点目前跌到了13000点 所以说对于生猪主连我也是非常关注的 如果说一旦猪周期发生的逆转 那极有可能未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好了这是商品期货方向的 总的来说是利好整个大宗商品周期股方向回升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基金方向ETF ETF基金我们最近一直在讲 告诉大家要去配置一下港股通方向的 包括香港证券ETF这个方向 当然我讲的只是从机会的角度 并不是说推荐 千万不要说我们是有推荐 我们只是在分析 那么今天可以看到恒生ETF H股ETF 今天都是涨得比较好 并且整个技术形态都是底部上来的 对于香港方向的ETF 我们为什么会去分析 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我们之前就强调了 港股之前的连续下跌 是由南向资金不断的抄底的 基本上是到了一个底部的结构形态 所以说继续上涨了 那么香港证券ETF就不用说了 我说过很多次了 我说香港的券商比A股的券商它要便宜得多 所以说如果看我券商有条件的人 香港证券ETF的话 它或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么港股通ETF你看也是继续上涨的 这个点的话已经是不断验证我们的观点了 再往下看 就是恒生国企ETF 今天放量了 但是涨幅不大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接下来可能会是有一个较好的机会的 好我们再往下看啊 那就是要讲到上证50ETF和护生300ETF了 那么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的观点也是很准确的 我们指数在前面抄低之后 接下来就是看震荡回升 那么目前也是震荡回升 但是由于上证50ETF和护生300ETF 它都涉及到金融衍生品这个期权的反响 所以说整个涨势它不会很干脆的 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只能吃点小鹿吃不到大鹿 那么我之前讲到的那些香港方向的可能还会 大鹿还更强一点 那么再往下看的就是 A50ETF的 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还会更靠谱一点 因为A50ETF目前并没有股指期货 也没有期权 所以说他们整个的走势会相对稳健点 那么最大的点来了 那就是中概互联ETF方向 我们在之前讲到中概互联ETF 当时跌到八毛多的时候 我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么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出现的上涨 今天再次创了一个新高 那么中概互联ETF这个方向今天也是大涨 因为这些方向它代表的就是中国的互联网大产 也是中国传统的一些最优质的一些公司 包括俄产 包括像这一个阿里 俄产是谁啊 就是腾讯啊 企鹅嘛 然后阿里包括像 京东 美团等等这系列品种 都是在香港上市的 或者说在美股上市的有限 那么这叫做中概互联ETF 那这个方向由于长期的超跌 我们可以来看这个中概互联ETF跌了有多惨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有一些非常有钱的朋友啊 之前在这个高位买进两块市贸多吧 那么今年最低的时候已经是到了一块二 几乎是腰涨 他说做梦有没有想到 像这一种的话 中国最强大的一些公司组成的一个基金居然会腰涨 从两块四跌到一块二 简直做梦都没想到 那你要知道这些有钱人 他们买在里面的话都是八九位数的 那一跌起来这真的是太下来了啊 比如一个亿在里面下着五千万就蒸发掉了 那么只能说后续的话以时间换空间嘛 好这是我们讲到的整个中概方向的 那么再往下看了 我们国家的就是我们A股市场的这个券商ETF 银行ETF都是上涨的 就不过多去说了 包括银行ETF基金跟银行板块指数下的 在这里出现了穿刺 你看今天已经是突破了年限继续向上涨 我之前讲过对于银行啊 不要有特别大要求的话 那么你在这个点位配置是非常好的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啊 即便我们要求很低 那么整个银行ETF基金呢 目前也涨了6%了 对吧 这个收益还是非常稳健的 好了很多人在想 接下来后面会往上涨啊 所以很多人就是底部啊 不敢配置涨起来 也不敢配置害怕跌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会配置呢 可能会持续大涨 涨到他受不了了 可能有些人高位去接盘了 那么对于证券板块呢 我们也是继续看好低位的一个时机的 证券目前比银行的整个的技术形态会更好 因为毕竟还在底部状态 银行你看已经是涨了一轮上去了 但是证券还是在低位啊 除了证券的话 证券保险类也是在低位 那么房地产ETF呢 我们认为振振荡之后啊 可能向上的逻辑还是存在的 因为目前整个宏观政策啊 就是在不断的给房地产打气 今天又有人来问我 他说这一个中智头 这一个ETF基金怎么看 其实我们每天晚上都在讲 讲过多少次的 基建50ETF就是代表了中智头方向的 那这个阶段走的也是不断的往上走啊 那么今天像这个养殖啊 序幕啊 又开始往上涨了 那这个技术形态已经是下来了 我觉得还是注重风险比较好吧 那么消费50ETF你看 今天上涨了 为什么我们在讲 上证50ETF要涨了 这个消费50ETF 它最起码的话 也是要助攻的 所以说白酒啊 柜子茅台今天就涨了 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种 像三一重工啊 包括像一些底部的家电的 大的品种 也都开始有定的上涨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这两天 为什么要讲消费50ETF呢 它也是会有一定的逻辑存在 一个道理啊 包括酒ETF也是一样的 底部嘛 要带动上证50上行 归正茅台涨了 酒也就涨了 那么其他的方向 我们来看这个国防ETF啊 这两天的话 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就像这个中 像国防军工的龙头啊 像这个中韩省飞发布了业绩啊 业绩不及预期 那么就导致了这个板块出现下跌 那么目前是跌破了 这个半年线之后 目前就看年线附近 那么这里就是要进行观察一下 年线能不能获得支撑 再说了 当然国防军工里面的品种 我们要分化来看 就比如有些品种 它是比较好的 有些品种的话会比较弱 那么对于ETF来讲的话 它是有很多品种组成的 所以说要得看 整体的走势来看 那么目前国防ETF 从整个技术前来看的话 受到五军线压制 你看一直没有突破一次 十军线压制 在没有出现逆转突破五军线的十军线之前 那么就是谨慎一点 尽量的话 暂时这个阶段就是不要盲目去进行参与 看它技术形态出现反转再说 好了讲完这个点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层面的变化 资金层面今天 跟昨天完全不一样 因为昨天包括前天我们都讲资金流露都比较少 非常的小气啊 连十个亿都不流露 但是今天我们看 中国平安近买入二十五个亿 招生银行二十一个亿 平安银行十七个亿 华太证券十二个亿 新业银行十一个亿 前五名被金融板块包围了 然后再下来你看 美帝集团也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消费五零这个方向 长存高薪的话 连续两个跌停有资金在抄底啊 那么再下来像什么六普医疗啊 这个方向就另难别论了 那么再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广发证券 纸巾宽也今天继续涨 昨天的基金继续涨也继续买入了 昨天我们也讲到他了 为什么 因为目前基本金属在涨价嘛 对吧 商品期货在涨价 所以说利好这个方向 所以呢他有直接买了 同时他也是一些 之前大跌过的抱团品种 规则茅台也是这个逻辑 那么牧原股份呢 这个也是公布了他的这一个年报预期啊 下滑了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吧 但是股价能涨 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大家都对未来诸周期的逆转 有一个比较看好啊 但是这个逆转没有出来之前 股价就涨这么高 等到以后真的逆转了 股价估计就回来了 那么中国太保 还有中国建筑东方财富 工商银行等等 包括格列电气往下啊 所以说目前整个流路的方向 就是我们一直坚持的 主板低位蓝筹方向 大金融中字头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消费50这个方向 所以呢完全符合我们的整个的 这个观点的预判非常的好 只要往这个方向走 那么我们坚持这个方向 那么就有机会获利了啊 包括像这个电键 今天能键也都上涨了 那么今天有个品种叫做 新业宽业涨停了 很多人讲 老师这个品种什么回事啊 这个品种其实是跟列款相关的啊 高列品种 所以呢今天涨停 今天证券流露非常的多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 应该板块资金流露排名第一的 应该是银行跟券商 我们来看啊 今天板块净流露排名第一的 居然是MSCI概念 看到没有下跌 但是净买入208亿 这就说明什么 说明外资在发了风的朝底啊 然后还有互股通 今天买入120亿 漂亮100 流露117亿 那么还有像这个标普 道琼斯A股流露100亿 今天你看流露拒签的是 全部出了这些券商 这些这些外资方向啊 剩下就是银行跟券商流露了 这就说明今天整个市场是比较诡异的啊 虽然说整个市场表现不好 但是大资金一直在进行抄底 那么震惊持股 我们讲过的是国家队 已经连续两天看到了 国家队都是在买 那么国家队买的东西都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长期讲的中置头的这些方向 一直在进行买入 那么像超级品牌也是一样的 都是属于我们强调的 这个大金融方向 然后中置头方向 还有就是这个消费50的一些头部公式方向 那么从这里一看就很清晰了 主板低位蓝筹方向 终于迎来机会了 主板低位蓝筹重要是大金融中置头 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呢 就是出现了一轮长期大跌的 前期的爆团品种的一些蓝筹 也是属于主板低位蓝筹啊 今天因为有人问到我就讲一下 好讲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最后再对各个板块做一个梳理啊 其实通过ETF的分析呢 各大板块基本上也就弄明白了 反正我们之前一直告诉大家的一句话 就是反正就是题材类的都干嘛 都是只关注它的风险 不要去进行参与 我们一直在讲 包括前两天 像数字货币涨得好的时候 我们还讲要继续观察一下 中药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全线暴跌啊 那么我就不统一去讲 反正题材类的就是暴跌 那么这个题材当中 我要讲的点呢 就是有可能会遭遇错杀的点呢 就是一个理矿概念方向 我们要去讲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炎弧体理方向 跌的比较长 炎弧体理今天是跌了4%左右 那么炎弧体理呢 你看前面的话是能抵抗的 但是现在抵抗不了 但是在数量 但这个方向的话 业绩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说它的下跌下来呢 目前我们把它定义为情绪杀跌 既然是情绪杀跌 日后接下来就是有望随时出现 一根大阳线 类似于这样的大阳线 5% 7%的大阳线 包括这一天你看 也是6%左右的大阳线 5%到7%的大阳线 会进行反爆的 这是因为我们基于 它的业绩利润真的很好 这个方向的话 明显的是被情绪给进行杀跌了 那么这个方向 我们要值得讲一下 那么炎弧体理的上涨呢 包括像其他的光伏啊 这些东西你看 都是已经破位了 从整个技术面形态来讲 破位来看的话 那么在它没有出现 技术型的逆转之前 那么暂时就是不要再进行 轻易的参与的 等到它技术形态当中出现一个 逆转的形态 有阳线反爆 或者阳线 五军线 战场五军线 实军线之后 然后再看 再看这个机会 包括光伏 也是一样 风电一样 那当然我们是讲 这是重新进产的 那么已经在产内的呢 怎么办呢 那只要是持有的品种当中 它是具有真正 内在价值的 比如说业绩很好 高成长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我们 目前建议就是躺平 以时间换空间 这个时候任何的交易 都是有可能出错的 你卖掉了 有可能会继续跌 但是继续跌 你也不一定能 以更低位买回来 等它反弹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场的 那么就建议躺平 当然这个前提是 你所持有的 这一个 无论风电和 这一个 理矿方向的 它是具有内在价值的 比如说有些品种 北向资金外资 一直在买的 这是一种方向 还有就是业绩 非常的好的 那这个时候躺平 等到技术形态 出现了一个 逆转向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再考虑 进行一个 加仓啊 或者怎么样都行啊 好了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今天 之所以指数这么差 是因为今天该涨的 比如说化学原料啊 钢铁啊 包括有色金主 通通都下跌了 所以说今天指数 非常的难看 但其实这个方向 今天是明显 应该要涨的 因为昨天基本金属在涨了 今天晚上的基本金属 跟商品机会在涨 那么对于明天呢 我们认为这些方向 依然是继续看涨的 这种方向的话 跌下来 我们认为是机会 跟这个高位题材不一样 高位题材跌下来 那目前怎么办 目前要躲开它 等到它技术形态 逆转了之后再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中置头方向的 那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 小引线的支撑 这个方向的话 我们也是看多 反正大中商品 煤炭有色钢铁啊 什么通通这些东西 化学原料啊零化工啊这些东西 都是 看 机会 跌下来就是看机会 好讲完这个 哎呀 你看现在这个富士A50估值机会 又在涨 看到了又飙到0.75%了 所以说 一旦券产开始发力之后啊 这个外资啊 也都是摩拳差弹 另外A股真的是应该涨了 你看这么长时间都不涨 要不然A股再不涨 全球我们该炒什么呀 美股也在高位了 大家听我号召 一起到A股去绝金吧 极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所以说 我们在本周的时候给出最大一个观点是什么 我们认为春节之后A股存在小牛行情 所以说 一定要警惕啊 长期听阻力逻辑的人你们都应该知道我在宏观 判断上包括整个主义机构的细节上还是非常到位的 就比如说我们在12月 中旬的时候就告诉大家 尼勒时代加入护生300这不是好事 会压制护生300 然后浪位给 大金融方向目前都已经慢慢的兑现了 好在有一个方向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什么养猪养鸡我也不讲了我认为这个地方也都是 认为是 风险值比较大 包括中药板块 目前都已经破位下来了那么风险值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说目前我们主要的逻辑就是看主板地位南筹 其他的然后再适当的关注一些 新能源板块在跌下来之后 逆转的机会其他的 也就暂时不看了好了今天晚上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哎呀我每次都 忘了在这个讲课的时候就说点赞啊 导致大家听到最后的人 再点赞的话就减少一大半了 谢谢大家收听 明天再见